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BLACK ACE 你最近好像看你做了無錫忙這個舞台 一場一場下來覺得 身體思理都還更得上 我們一場就是每次準備的東西 都還蠻不一樣的跟前面 所以不會有一些讓我們覺得 有點重複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直都會保持一個新鮮感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也是我們自己熱愛的 所以就不累了 沒有壓力 因為我看你好像也覺得 踩踩到晚上翻頁什麼的 還有跟人家去PK VITAL 有壓力嗎 沒有壓力 因為我們來這就是證明自己的 所以根本就不會有壓力 換句話說 我們來這就是要熬這些苦的 這些是我們應該做的 那在GEO之前你還記得上次讓你 很有成就感的一次合體 是什麼時候的 我覺得你跟大家都一樣吧 雙十一 不一樣哦 七十三 有兩個 有兩個 七十三和雙十一 七十三是我們自己非常滿足的一場表演 然後雙十一是我們得到了很多認可的一些表演 所以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然後在此之後就一直到現在 你可以不要提這個嗎 開玩笑 因為我看到那個GEO在檔片裡不都你會拿數字給你做一個羅列嗎 嗯 然後比如說你出道388 你當時只有過9次舞台機會 你對這個數字有實感嗎 我們只有9次舞台嗎 但是我覺得你們統計可能有點誤哦 我掰掰手指頭感覺應該不止9次哦 對 你沒有大概有感覺 沒有我們沒有想過 只是感覺9次會不會有點太少 那我們感覺我們還是蠻多的 嗯 對 在那邊看到有些事情 在節目裡也會說 偶爾會做調查嗎 其實網友也會拿愛拿這個東西調查嗎 沒有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在做的事情 因為你如果認真的去看每個人的 在這段時間做的事情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有自己發歌 然後很多人都有去參加節目 只是說我們一起聚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少 所以不是在一起的時候你們就各自這個時候都在幹嗎 在疫情期間就是我在家也可以做B 在自己在學習一些編曲 然後自己也在做一些歌曲 然後準備在家裡 在這疫情期間能多一些作品吧 能在那個以後的時間發行 都差不多 我都是都在家裡面做自己的 該做的事情 對 就是自己喜歡音樂都在做音樂啊 自己跳舞啊 他們也在編台自己的作品 而且你在幹嘛發呆嗎 我在聽你們講話 很專心的聽你們講話 一樣啊 也是就是做自己的歌 然後參加節目 都一樣 差不多的事情 還有幹嘛 沒有 就是我想說你擋住這個 OK 還有幹嘛 大家應該都差不多吧 對 我們也就是 好癢 可能大家都沒有那麼主流 或那麼大 我們才去看到大家今天 就是 大家跟我們看到的歌 你們有那麼多人去看到 都連自己都會去 怎麼樣去 我們的專業是在做 對 我們任何人想 對 我們都是發歌幹嘛 但是那些東西 不是我們需要去擔心 跟我們需要去操作的 對 那些東西就 隨緣吧 對 作品就是 它東西 就好比他們發歌 歌發了它是留在那的 它是不會 沒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在怎麼樣 你回頭去看 或者是 比如說之後有人會聽到 那也是另外一種感受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說 有別的那種想法 對 就是表達自己的態度 對 就是表達自己的態度 說到 現在給男團 因為男團提供一台了 即光是說我們組合 其實就是給男團提供一台 就是說 在國內其實很多時候 真正的團體 他們要一起去參加一個活動的話 其實還蠻不容易的 對 特別是如果 在你的 就沒有到達特別高的位置的時候 會更加困難 但是 這些都是過程啦 對 每個團都是這樣過來的 我覺得 每個團應該想法都跟我們一樣 這些都是過程 對 從今天到這個製作的這 你要約到 咱們這一次過來 最終將咱們大家去裝時間 然後我是怎麼去做這個 第一期舞台的準備時間是最長的 第一期大概有 近一個月的時間吧 差不多 第一期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準備 然後接下來的 每一期的時間 基本上就只有一個禮拜 多左右 差不多一個禮拜 大概是這樣 其實這也叫製作的我 嗯 其實你們怎麼一起 跟我們一起的事 在一起 我們在節目裡就是在一起 否則我們怎麼排練 我覺得不用刻意去強調我們 我覺得越強調的 我們越假 我覺得很自然全然出的狀態 如果大家感受到的是一個整體 那就是一個整體 但如果感受到不是 那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不是說 我們要去刻意給人強調 我們好團結 我們好團結 對對對 就沒有必要 我們覺得我們要拿我們真實的狀態去呈現就好 像你現在已經不知道我們八個起的鼻子都拉黑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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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我給你發消息 什麼聲音 我們倆好了 我今天只要黑點發的 你怎麼回事 他給你拉了兄弟 啊 啊 開玩笑了 網友 網友 猜拉黑這件事能猜一段時間 哈哈 自己去摸索吧 採訪的意義就是留下一些匪夷所思的懸念 讓你們去回味去思考 要不看完就沒意思了多無聊嘛 對吧 真的 微信群肯定還是有的 沒有因為我們有自己的 只有我們的一個群 也有 有工作人員的群 群然後有很多 還有有音樂的群 還有宣發的群 還有什麼什麼 很多 都有啊 對 開玩笑的啊 對 開玩笑 大家一直在想誰跟誰來 開玩笑的 那群裡面一般就最常討論一些什麼 最常討論 最常討論是什麼時候吃飯 對運就在工作嘛 對呀 對呀 我們最重複走了 八零零七門口集合 哈哈哈哈 其實一步沒有環環 八零零七猜猜 那你的男孩跟隊長嗎 你會覺得這幫兄弟們 算有很吵的很痛快 比較好戴的 我覺得分人吧 有的性格是比較爽快 有的是 性格本身就不是很爽快 比較內的 對 就我覺得 這怎麼可能一個團全爽快的 那這個團 對 就不一樣 但是 這個不影響管理 就像 就像他說 我在群裡發通告 我不會給他們什麼機會 說些有的沒的 我的 所有的通告的結尾話都是 沒回復我就當收到 就是 我也不用他們回復我 就是你看不到 那是你自己問題自己去處理 我不會給他們這個口子 無論你是 愛在群裡回 還是不愛在群裡回 我都不管 反正我就發了 你不回我就當你看到了 所以我是這種管理模式 所以 不重要 他們到底愛不愛說不重要 但是大家因為自己來到舞台 大家會覺得這舞台上是一輩子 我們這團最大的魅力 或是我們最能打的 那種PX是什麼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 看節目就知道 對啊看節目就知道 就是我們 那是什麼意思 是最能打的 我們 我們 對嗎 但我覺得透過這個舞台 大家一定可以認識到每個人的 能力 對 所以這是你第一次一鏡到底的原因嗎 對 我第一次 因為我們這兩天 看了你們一鏡的那個片子 因為說實話 從我們一鏡的影響 真的是比較模糊 沒有那麼一鏡 但因為就見到他一鏡之後 我這裡都才是 你腳還挺深的 你看過表演的嗎 對啊 能不能借我們看一眼 那不是 剛好我想跟他對幾個鏡頭 對 想說一下 他是一鏡到底嗎 他是一鏡的嗎 是 所以不管從DN5 到底怎麼表現 包括一些設計 然後這鏡頭顯示 其實是滿有感激 或滿有的感激 那其實你們會覺得 自己內地在那裡 得到一個最大的釋放 或是一個獎犯 當然 就第一個舞台 就像他說的 我們準備了很久 就光是選舉 就換了好幾波 然後到編曲 然後他自己很辛苦的 然後去盯所有東西 然後連鏡頭 你看他 你剛剛一說 他就馬上要跟你確認很多東西 你好 Trap you 對 因為要求這麼高 我們都相信 出來的東西 一定是大家會認可的 但是我們是有經費的 這個是有經費 只是說 對我們比較堅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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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